这个后院种菜,大家都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就是这个菜被虫子咬生虫 所以说怎么样和这些虫子做斗争 是和这个不让这些虫子把我们的这个 劳动果实吃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呢,就是说后院以前有一年 就是说那个肉虫长得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呢,就是把我的那个种的菜都啃的 就是啃都快啃光了 就是说一开车找的那个菜都啃的光光的 后来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就发现 这个虫子他们好像都是喜欢在夜里活动 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就夜里就扯个灯 然后呢,在外边拿个塑料袋戴上手套 从这个地方抓虫 那个办法是很有效的 把虫直接放到这个塑料袋里边 把它扔掉 那个,所以说呢 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是以前那一年 就是说那个肉,就是肉嘟嘟的那个虫子特别多 从那以后就是我们把它都抓走 然后扔掉 然后呢,好像肉虫从我们家里都解肿了一样 好像没大有了 然后像今年春天 我们种的这一席的小青菜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然后呢,好像就基本上没有被咬 那呢,除了人工抓虫之外呢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把那个用那些枝壳呀,湿的东西 然后把虫吸引到那些湿的东西下面 然后去捕捉它们也是比较有效的 就是说把这个枝壳呢 把它湿透,充分的湿透放到水里边 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地上 因为这个,因为虫子呢 它们都喜欢爬在这个什么东西底下 隐藏起来 对,好像哪里有东西 然后它们都喜欢爬的那个地方 这样的,你把这些枝壳呀 或者是吃剩的橘子皮什么东西的 放到这个地方 虫子呢,它们都很喜欢粘到这些东西底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把虫直接用东西这样砸死在地里边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方法不好 因为那个虫它还有虫懒 所以说,当你那个把它砸死了以后 那个虫懒在地里边可能还会再生虫 抓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些那个虫子都放到袋子里边 直接扔走 不要让它在地里边再有虫懒继续地繁殖 就是说,放枝壳的时候呢 你就看着你哪个地方虫子比较多 然后你就把那个枝壳放到哪个地方去 这样的话呢,到时候呢 那个虫子就会被,就会爬到这底下来 就比较容易把它们都看去 对 还有你看看我们院里边还有一些灯 到了夜里的话,这个院子里边有很多的灯光 这些都是太阳能灯 就好,我们在院里边,好像室外就是说,腌着那个分子 四周我们都弄上这种太阳能的灯 这种太阳能的灯弄这个东西呢 除了有可以照亮之外呢 其实主要的就是为了防止动物来我们家啃 这些动物是比较不喜欢亮 有亮的地方它不喜欢去 所以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些动物上来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弄上去以后觉得有效果 但是也还是不是说绝对的他们不来 有时候还是来 但是可以看出来少很多 大大的减少了 因为我们发现以前在我们 以前在我们有一个角的那个黑暗的处 他们在那扒了一个洞,你知道吧 扒个洞以后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 在分子底下 在分子底下扒了个洞 后来我们就按灯以后 它就不来了 它就搬走了 好像走了 那就搬走了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动物 好像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作用 有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看收获了吗 第二天早晨 你看我们第二天早晨先开看看 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趴上去 有一些这个虫子特别的 这个虫子看到吗 这个虫子特别咬幼苗 就是有那个板上的 你看这个板上你看这个板上你看到了吗 他们就喜欢爬到这上面 就赶紧弄塑料袋里边 把它扔到塑料袋里边 就这个虫子就 这上面还有一个 他们都喜欢藏在这底下 藏在这个潮湿的底下 知道吧 潮湿黑暗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一定把它弄死 弄死了以后弄走 这个盆 盆底下 哇 这些夹克虫 对 好几个夹克虫 你的干净都放这里边来 你看看见了吗 都是那个小夹克虫 夹克虫它就卷起来 对 你一挖它的时候它就卷起来 一动它你要稍微一踏 它就感觉到踏去 它这里还有一个这种虫子 你看了吗 在这 这样个虫子 在这里 在这里 就这个 一百一百个腿的这种虫子 可以消灭掉 我们再掀这个 看 我们掀开的 哇 干净的放在上面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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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 没有瘦出来 你看看这个底下 你看看吧 这底下浄了很多 赶紧的都挖起来 赶紧的都挖起来 你有手套 戴着手套 弄上 看见了 这底下可多了 对 马上把他们都先走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底下刚才得有20个 我觉得 三十四个 你看看这样的话 就一下子全消灭 把那个枝壳夸掉以后 再给它盖那里 这就说明 这个地方 这个 虫子比较多 所以你就把 它那个 支壳 再放回去 再放回去 再放回去以后 然后它们再藏在底下 然后你再 把它一下一下的 都拿掉 刚才这一下子 都有好几十个 嗯 这一下子就把它们都打进了 一往打进 嗯 再放到袋里边 还用脚 让它踩一踩它 到时候再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扔走 嗯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个卵也一块儿都拉着 一个就是说你要记住 今天在哪个地方抓的最多 嗯 所以在那个部位呢 就是上面有虫子多 多放一点 嗯 除了我们上面讲的这几种方法之外呢 还有一些方法面虫 比方说 你可以呢 就是要在那些虫子出没的地方 特别是那种肉肉多多的虫子 然后呢 撒一些面 就是你家里做做馒头用的那个面粉 把它撒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些虫子吃了那些面粉以后 据说就能够把它这个撑死 而且呢 就是还有一些办法 比方说咖啡渣放到那个菜旁边 还有呢 草木灰呢 放到这些菜旁边 也都可以请到有效的防虫的作用 去虫 去虫的作用 就是说虫子不敢围上来 因为那个咖啡渣 它喝了头疼 还有呢 就是说有时候呢 有些菜上容易长那种蜜虫 也叫鸭虫 那个虫子弄了以后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戴个手套 然后轻轻的把它们都捏死 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然后捏死完以后呢 就是用那个水龙头 然后冲着它们的正面反面 把那个菜都这样冲一冲 这样你来回弄几次 那个鸭虫就会消失 我现在我后院里边 基本上没有鸭虫了 现在主要的就是有那种夹克虫 就是前面爪的那种夹克虫 还有那种长腿的虫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和害虫做斗争的经验 要不去不挠 总的体会就是说 吃有机蔬菜确实不容易 从商店里买来的有机蔬菜 不知道它们都是用什么办法做的 反正是我的体会就是 真正吃真正的有机蔬菜 不用农药的确实不容易 好 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